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最近兩間電力公司 中電和港燈又宣布下年的電費 當然大家也知道 過往幾年持續加價 最近宣布說 接下來年是少有 凍結電費 凍結是怎樣呢? 老實說 在這段時間 有很多傳媒訪問 其實只是凍結電費是不夠的 是應該要全面減電費 為什麼呢? 首先 很實在 兩間電力公司 中電和港燈 其實他們都是一間實際上壟斷的 電力市場公司 如果你們住在九龍 新界區 就不用發價 你一定用充電 不是完全沒有電用的 如果你是港島區 加上南亞島等等 就只有港燈 那兩間公司 本身就是 利用這個 我們叫做自然壟斷的優勢 其實他們在這個 沒有競爭之下 任他們的 雖然政府和他們簽了利用管制的協議 不過我們都經常批評 這個實際上變成一個 叫做利潤保證的協議 每年都是 即是他們按照他們的 固定資產 正值 大體上現在是 所以 必定有賺的 是每年有幾十億的盈餘 所以 我們覺得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 兩電不只是 政府要去凍結了電費 就算 其實它絕對是有空間 和應該 減電費 當然我們的建議 可能是 喂 其實很平衡 我們建議去減5-10% 其實可以減更多 或者就算你不是減 是不是都可以有一次性 一年的一個 透過減免的方式 去減低市民的電力負擔呢 尤其是你沒有其他選擇 亦都很實在的就是 今年 如果大家有看自己的電費 電費通常你多少錢呢 有些人可能幾百元 有些人可能過千的電費 因為現在都兩個月間 基本上 今年 其實已經有一些減免的 因為政府 是有一些 叫做補貼 因為 其中的原因就是 近年用多了一個天氣發電 所以政府就說 一個結智能源 有些補貼 另一方面就是 經濟不景 不過我們 但是政府這個補貼 其實有部分 去到夏年 就會終止 所以如果 兩電 沒有進一步的 另一類的 所謂減電費 或者是減免回震 其實夏年其實會變上加價 所以我們會再一次 聽清楚呼籲特別政府的責任 促使兩電要減免費